作为我们学佛出家修行的 初级的目标就是要养成身格 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僧人 其实这个过程 它是需要经历一个人格改造的过程 而作为如法的僧格 从我们个人来说 它是迈向解脱重要的基础 那么作为佛教的僧团来说 身格是正法久住的保障 也是正法久住的基础 我们知道作为佛法 佛教的僧团 僧团呢 它是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 是不是能够健康的发展 能不能够长时间地联系下去 我觉得最主要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 就是组成这个团体的 这个因素 是不是合格 是不是合格 是不是健康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组织的结构 管理 是不是合理 如果这个两个方面都具备了 那么这个团体 它一定能够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那么目前我们的佛教的状态 那么这个两个方面都不理想 首先作为我们这个僧团的每一个分子 就是每一个僧人 其实每一个僧人 就是这个僧团的每一个分子 这个每一个分子 多半都是不合格的 多半都是赤体 那这个僧团的管理呢 他的这个机制 其实佛陀在戒力里边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民主的 平等的 有利于修行 走向解脱的 这样的一套管理机制 其实这种管理机制 也没有能够很好的实践出来 因为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 所以就会影响到正法的久住 就会影响到正法的久住 所以我们希望正法久住 这个正法久住呢 那就是责任在哪里 这个责任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出家人的身上 在过期呢 我们讲到正法久住啊 这个末法时代呀 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是一种贡业 贡业的问题 我们说 这个现在是末法时代呀 这是没有办法啊 但事实上呢 末法 它固然是一种环境 固然是一种现实 但是这种环境和现实 是由我们每一个出家人组成的 戒律里边讲 有五个比丘 有五个亲近的比丘啊 能够按戒律生活啊 那就是代表着正法久住 这个正法还在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正法和末法 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其实关键点 就在我们每一个出家人的身上 有没有法 有没有戒令会的正法 有没有八正道 有没有戒令会 如果我们出家人的身上有法 有佛法 有佛法的内涵 那就是代表着正法久住 正法还在这个世间 所以正法不是在书本上 也不是在战经楼里边 我们说有没有正法在这个世间 其实具体的就是要 体现在我们出家人的身上 有没有正法 如果我们出家人的身上有正法 那就代表着正法还在这个世间 正法还在延期 如果我们出家人身上没有法 有的只是五亿六成 有的只是贪嗔痴 那就是没有法 那就是没有正法 所以有没有正法 在这个世间 我们每一个出家人都有责任 所以过去 从偶一大师到红一帝师 他都希望 就是有真实的比丘 有佛法的比丘出现 哪怕有五个人 因为戒例里边讲 有五个人 他就可以承办一切揭魔事物 甚至可以传戒 那么有五个真实的比丘 能够一戒 佛法如利的生活 一戒定会生活 那就是代表着正法 正法还在这个世间 所以出家人的身上 有没有法 有没有戒 能不能一戒生活 出家人是不是合格的生且 这个是直接关系到 我们这个团体 所谓我们这个团体 就是生团 佛调的这样的一个生团 能否健康发展 能否长期地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责任都很重大 因为我们 我们是作为一个生团的艺人 我们是养战着三宝的加持 在生团生活 那事实上我们也就是承担着 助持正法 续佛费命的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 用戒定会来改造自己 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生人 那么这个戒定会的改造 首先当然还是要从戒开始 那作为佛教的这个生团 一个团体的健康的发展 当然它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它同时也是一个大众的问题 所以作为这个生团 对每一个出家人的稀骚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因为一个人的身格的养成 一个卢法的 一个合格生血的造就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 就是这个原材料要没有问题 就像我们要加工一个产品 首先这个原材料要没有问题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 进入生团的这个成员 它合格不合格 如果它不合格的话 这个原材料首先就有问题了 比如它的发心 或者它的品行 或者有这个遮啊 烂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一关其实首先要 一定要把好 如果这一关没有把好的话 然后在进一步的教育中 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是第一关 第二步就是要给它一个 卢法的剔度和少戒 卢法的剔度和少戒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扫戏 它会对它意味着 在它的内心啊 所产生的影响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少了戒之后 我们在内心里边啊 会形成一种戒体 会形成一种自制力 那少戒的过程中 所形成的这个戒体和自制力啊 将是它日后 修行的过程中的一个基础 也是抵制这种不善相细的 一种防防力量 也就是我们靠什么 我们靠什么力量去修行 我们靠什么力量去 抵制我们生命的不良创行 其实我们靠的是对三宝的信心 靠的是我们少戒之后 所获得的这样的一种 防非止恶的防防力 那么卢法的少戒 卢法的少子归 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 才有可能真正的形成 这样的一种防防的力量 这个防防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二步 少规少戒啊 这个一定要儒法 就是作为能少的人 真正的能够发心 对三宝 他既有这样的一份渴求的心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作为少戒的 传少这个规戒的 这个和善 能够儒法的 来传戒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 少了归戒以后 比如说少了三明戒以后 或者少了比丘戒以后啊 能够儒法的教育 能够用戒定会啊 进行儒法的改造 那就是戒定里边讲的 五年学戒 不离一子 有五年的时间学戒 不离一子 在一子师的言传身教的引导下 来完成自己的一种身格的改造 人格的改造 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改造啊 即便出家的 即便梯度的 即便少戒的 但事实上还是一个 秃头俗汉 虽然头是关的 可是你的整个生命的内涵 没有被改造过 其实还是一个防人 还是一个标准的防人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已经少了戒了 我们已经出家了 我们已经剃度了 我们就是一个 我们就是宝了 没有还不是宝 还是草 没有改造过都是草的 你要改造过的才是宝 所以我们自己啊 我们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就是这样呢 当我们介绍别人供养的时候 我们就会生起惭愧心 或者的话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作为僧团 僧员 每一个个体的加入 就是首先我们要进行资格的审查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块的 在过去我们少戒的时候 都要问遮难 问十三难 十六遮 但事实上这些遮难的内容啊 同时也是出家的内容 同时也是出家的内容 也就是说 你具备的这个遮难 你不只是不能少戒 同时你也是不能出家的 你也是不能出家的 那么关于这些遮难的内容 就是说这些出家应该具备的条件啊 我在以戒为师的其中一本书叫出家 剃度级沙迷生活里边啊 我在这里边把它归纳的 大概有十几点 第一点 就是 比如说年龄上的问题 年龄不能太老 也不能太小 太小嘛 就是 不能小于七岁 不能老于七十岁 但是事实上这个老和小呢 它也是相对而言的 比如说七岁它有标准 要能够七乌啊 我们讲沙迷的 最小的一种沙迷叫七乌 沙迷能够赶走乌鸦 麻雀 要不等一下一天到晚 还要有人抱着这个 那就麻烦了 所以它要简单的生活能力 还是要有的 那太老呢 不能超过七十岁 其实如果七十岁以下 六十岁啊 生活没有治理能力 也是不能出家的 因为生团不是一个养老院 一个人你到这里来修道 当然首先你要有生活治理能力 如果你生活治理能力都没有 那就修道就更免贪了 所以年纪不能太老太小 第二点就是意志要坚强 所谓意志坚强 就是能吃苦耐劳 就是出家人 比如说需要日中一时啊 或者说一个人住在野外啊 你要有这个能力 就是你不要想着 总有人陪着你啊 没这样的好事 第三条就是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当然这个主要是从感恩的角度来说 但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啊 受到唯无论的这种中毒很深 对这个佛教啊 它是有一定的偏见和成见 所以很多子女提出来要出家 父母很多时候是不太容易同意的 所以有不少子女啊 这个 他干脆就出家了 所以这条其实也不是太大的原则问题 我觉得 第四条就是没有犯过边缀 这个大家注意 什么叫犯边缀 就是你曾经受过五戒 八戒或者三一戒 然后破了根本戒 比如说 放五戒里边 你犯了杀人的罪 就是 等等 然后犯了根本罪 那就是边缀 犯了边缀之后啊 你就失去的少戒的资格 第五点就是 当白衣的时候 没有缀无过清净的彼兄弟 当白衣的时候 没有缀无过清净的彼兄弟 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不能 你就失去出家的资格了 第六点呢 就是要动机纯正 不是贼心路道啊 不是为了医师啊 力养啊 混入生团 为了吃饭 那么这种人 这种人在现在这个时代 可能也不少 因为现在社会就越来越难了 佛教的这个大锅饭 越来越好吃啊 所以这个贼心路道 是没有这个 介绍人家供养的 你可能暂时解决了 医师的问题 但是未来的果报啊 那就不得了 第七点就是信仰明确 所谓信仰明确呢 就是你对佛教 对三宝的这个信心啊 非常明确 而不是徘徊不定的 就是在介力里边叫做 坏内外道 有的人一会儿 他觉得 诶 佛教不错 出家了 然后出家了两天 又想到 诶 道教不错 他就去当道士 道士去了 然后在道士那里 过了两天 又觉得还是佛教好 又回到佛教 然后过两天 又回到道士那里去 这叫坏内外道 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的选择啊 不明确 不明确就没有这个出家 第七 然后第八 就是要生理健存 这一点也很重要 你们出家 要生理要健存 就是不是属于那种 叫环门二根啊 就是半男半女的 就是这种人 他的心智啊 不稳定 不利于修道 而且他的出家 会影响到生团的专严 第九点 是没有犯过五逆罪 五逆罪就是 杀父杀母 杀阿罗汉 然后就是出佛生血 破生 破转法人生啊 没有出佛生血 这个五逆里面 有两种比较容易换到来 一般也不会换 就是杀父杀母 其他几种啊 杀阿罗汉啊 出佛生血啊 破 法轮生 这几点都 现在都不太能换得到 第十个条件就是 不是非人和畜生 非人 就是鬼啊 神啊 变成人 畜生 也不是一般的畜生 因为他能变成人 这样的畜生 比如像什么龙王 什么之类的 看看你们在座的 有没有属于龙王 什么之类的 还是非人 第一 十一条 就是没有债务在生 你出家之前啊 你要把你的债家的债务要还好了 免得等一下 这些债主跑到西原寺来 找你们讨债 麻烦的 这要无债在生 有的人可能破产了 跑到寺庙出家 其实这种人是不能出家的 你必须要把债务给偿还清楚了 才能出家 第一 十二个条件是身份自由 就是你不是属于什么人家家的奴隶啊 奴仆什么之类的 当然在我们中国可能没有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有奴隶 主人如果没有引起你 你是不可以出家的 第十三个条件就是 没有担任政府的金正要职 如果你担任政府的金正要职 你要 你要先要把这个工作辞掉了 如果没有辞掉 你不可以出家 第一 失事 点不是逃犯 你不是逃犯 这是逃犯不可以出家 在这里里面叫不是贼 有逃犯 第十五就是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就是你的身上没有什么那些不能治的这些传染病啊 什么这些 这个不治之症啊 就是你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第十六就是 是四肢其存 虎官端正 这一条也蛮重要的 因为比丘嘛 它是要代表着僧团的专严 就是我把这个十三难十六折的内容啊 大概归纳了这么十六条 这个十六条事实上都是作为我们未来考察 就是一个人出家的重要的条件 就是必须没有这个十六个问题 那么这种人才能出家 就是所以出家呢 就是首先对这个发生出家的人 首先需要有一个资格的审查 如果按戒指里面来讲 就是在僧团里面啊 还需要做一个白饿的一个建模 也就是你在这里出家了之后 然后要剃度的这一天 然后还需要就是有一个在僧团啊 还要公布一下 这个人要出家了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出家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如法的剃度和少戒 我们现在的剃度啊 多半就是这个有的人自己跑到礼花店去剃一下 那还有呢 就是算个共的什么之类的 就是比较中国式的 其实道乡律师在 在《行事抄》里边啊 有一套非常如法的 剃度出家的仪式 我们也根据道乡律师的这个 所编的这个仪轨啊 整理出就是一个现代版的一个仪轨 所以我们只是剃度啊 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做法来做的 就是如法的剃度出家仪式啊 会给出家人 他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个仪式的过程中 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出家的这个身份 所隐含着极大的意义和使命 因为出家事实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世俗人的结婚啊 这个还要重大的多 世俗人的结婚可能他老是在无尽的轮回中啊 他要不停的有这个经历的 而出家呢 是代表着我们从无尽的轮回中走向解脱 走向生命解脱 走向生命圆满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认识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几度 他的行为所隐含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呢 必须要有一个 要通过一个隆重庄严的仪式 使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深刻的印象 而这种印象呢 事实上对我们今后的出家生活 它会有真善的作用 会有真善的作用 它会成为一种动力 会成为一种动力 所以一个是替度的仪轨 需要儒法 需要 当然关键是儒法 儒法是最重要的 然后替度了之后就是要少戒 如果在家已经少过西式的五戒了 那就可以直接少三名戒 如果没有少过的话呢 那么可以先少五戒 然后再少十戒 所以少戒它就像爬楼梯一样 剑斥而行 我们佛教的戒有分为剑力戒和顿力戒 比如像八戒 它就是一个顿力戒 就是你没有少过五戒 三规 五戒 你可以直接少 因为八戒里面也包含着三规 那还有就是剑斥戒 剑斥戒就是我们说三规五戒 然后三明十戒到比丘戒 它是一个剑斥戒 就是要渐渐一步一步 所以少戒呢 也是需要有一个次第 需要有一个次第 就是我们每少一个戒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形式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过程 而是代表着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它将要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每少一次戒 它对我们的生命也面临着一个更高的一个挑战 因为这个你少的戒力越高 它对你的生命将会有更大的一个冲突 所谓的冲突 它是针对着我们生命无始以来 所形成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更大的挑战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要成佛 要解脱 那解脱呢 那就是要完成改变 完成要敲击我们生命的不良创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更严格的要求 那就是我们少一些更高级的戒 比如说比丘戒啊 菩萨戒啊 每少一种戒呢 它是代表着我们的生命将要提升 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台阶 我们的生命的品质 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成就 它是从我们个人来说 它是对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么更高的要求里面也包含着更高的挑战 因为它有可能这些戒力 跟我们的生命就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突 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希望顺着自己的习性 我们很明显的是 当别人顺我们的时候 我们总是很舒服 我们有什么亿万生起来的 我们总想去满足它 当我们满足亿万的时候 当下我们觉得很自在很舒服 当然这份满足它会增长到我们的亿万 可是亿万生起的时候我们是难过的 没有满足的时候是难过的 满足的时候又是快乐的 但这种快乐很短暂 因为这种满足啊 又使得我们的那种亿万 那种渴求 那种烦恼又得到增长 然后这个增长的结果呢 我们又会去行求满足 但满足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很舒服 当下会有舒服的感觉 痛快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串起总是希望 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抵触 总是一切都能够顺着我们的音源 但是顺着我们的不良的吸求啊 事实上是在增长我们内心的不良的习气 是在造轮回之音 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生命 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那我们必须要对这些串起 要进行阻止 进行阻止 所以戒戒就是一种 通过少戒最主要是佛的戒体 戒体呢 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防飞止恶的力量 什么叫防飞止恶的力量 就是当你 比如说你想去偷东西的时候 或者你想 这个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的内心这个时候会生起一种力量 就是一种自制力 让自己不要去做 其实这就是戒体力量 你告诉自己我不要去做 但不要去做它不是一个想法 如果光是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没有力量的 它必须要 它必须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力量 一种强大的一种心理力量 如果是一种强大的心理的力量 这个力量一旦升起的时候 你叫自己不要去做 你马上就能够做到不要去做了 如果说这个力量仅仅是一个观念 那你告诉自己我不要去做 其实你的腿就往前走了 你会去做了 因为它只是一个观念 观念是没有力量的 尤其是面对我们 极大的串起的时候 观念根本就是 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种观念 变成通过少界的隆重的仪式 转化成我们内心的一种强大的 一种阻止不良创行元席的力量 阻止生命不良创行元席的力量 那这就是戒体 就是戒体 那么这个戒体呢 它也是无常的 戒体也是无常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少了戒之后 我们活得了戒体 也可能刚刚少戒的时候 我们活得了这个戒体 它的力量是很弱 不是很强大 而我们无始以来的串起 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自己的一些不善的相系 根本就是没有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强化 我们的这种戒体的力量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去思维 持戒的功德 破戒的过犯 我们不断的去思维 持戒的功德 持戒有多大好处 对我们生命的改善有多大的好处 破戒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坏处 我们需要经常做这样的思维 这个思维的过程中呢 它就是一个观察修 它就是一个观察修 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修 然后呢 当我们面对这种 能够让我们幻戒的境界 诱惑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戒体的力量就能升起的 当我们经常 在使用这种自制力 在使用这种戒体的过程中啊 我们的戒体啊 它的力量就会辉快地成长 就会辉快地成长 所以持戒就是要 越持越有力量 你要不断地持 每对一个诱惑的时候 你就要持戒 在这个持的过程中 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了 那么到了后来 我们就会达到一种任意的程度 你面对任何诱惑 它对你啊 都不会有影响的 当然尤其要有定和会的力量升起 光是靠戒的力量啊 要去抵挡我们无史以来的创习 确实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我们还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去培养定的力量 培养会的力量 戒定会的力量都升起了 那么创习啊 自然也就 左右不了我们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卢法的少戒 卢法的少戒 卢法的辟度仪式 在我们的内心 就是深深地埋下这个戒体的种子 形成一种生命的一种防范的系统 其实我们学佛修行 是需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建立一种防范系统 心灵的防范系统 我们通过持戒啊 通过学教啊 通过修订啊 都是在内心里面建立一种防范系统 一旦这个防范系统如果形成了 我们就开始我们有能力来阻挡 生命的不良创乱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 普遍都是心态不好 内心混乱 为什么内心混乱 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内心 从来都没有做过关照 他对自己的各种心念 根本就没有管理的能力 所以当这些不良的情绪升起的时候 他就会无可奈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如果我们的内心有正念 有正观 有戒体 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清理 我们心灵的拉紧 我们就有能力去清理 我们生命的不良创始 这样我们才能活得 清净的心灵 我们才能成就 解脱自在的人生 所以卢法的少戒 就是我们 身格的养成 以及解脱道来修行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我们上了戒之后 然后就是要根据戒的一起生活 就是作为我们三迷 三迷的利益生活来说 世上大体上也不外乎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准则 就是作为三迷 我们的行为准则 那么这个行为准则呢 主要就是三迷界里边所说的 有三迷十戒 以及二十四个位移门 那么这些行为 这就是一种 帮助我们建立一种阵行 其实佛法的所有的观念 我们讲整个佛法 事实上它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观念的这一部分 一个是行为的这一部分 佛教里边所说的经论 基本上是偏向于 就是知见 就是观念的这一部分 那么佛教的利益 是偏向于行为的这一部分 当然在佛教的经论里边 也包含着直观的修行 那么直观的修行这一部分 它也是偏向于行为的这一部分 那么所有的智慧的观念 最终都要转化成心形 所有的观念最终都要转化成心形 这个心形也就是包含着 比如说我们的正念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就是有一大堆的这种心理活动组成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 就是有一大堆的心理活动组成 那么每一种心理活动 事实上也就是代表着 一个念头 一个一个念头 一个一个不同的念头 比如贪的念头 称恨的念头 嫉妒的念头 慈悲的念头 智慧观照的念头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财 念舍 念名 念吃 念喝 都是一个念头 都是一个念头 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念头 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 因为不同的念头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比如贪嗔吃的念头 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会给我们带来烦恼 会给我们制造轮回 如果念佛 念法 念生 像慈悲的念头 惭愧的念头 那么这些念头 它是跟解脱相应的 所以在我们心灵的念头里边 有一部分念头 它是跟轮回相应的 就是有一部分心灵 心念 它是跟轮回相应的 如果我们生命中 跟轮回相应的 这一部分的念头 很强大的话 我们的生命 就会导向轮回 大家记住 那么在我们的心灵念头里边 还有一部分念头 是跟解脱相应的 那么如果这一部分念头 如果发展出来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会导向解脱 其实我们的生命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状态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状态 要不就是轮回状态 要不就是进入解脱状态 那么作为我们没有学佛的人 我们的内心的念头 基本上都是属于跟轮回相应的念头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念头 都是无名的产品 都是无名制造出来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以及由这种错误的想法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而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 它会不断地给我们制造轮回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学佛呢 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轮回的过患之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轮回 我们靠什么去打破轮回 其实所谓打破轮回 事实上是消除我们内心里边 跟轮回相应的念头 因为我们消除了我们内心里边 跟轮回相应的念头 我们也就打破轮回了 所以打破轮回 轮回不是一种客观的东西 其实它是我们心灵上的一种 跟轮回相应的念头所产生的一种影像 一种结果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 让我们的心不要进入轮回的念头里边去 让我们不要继续不断地制造轮回 事实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建立一种跟解脱相应的念头 跟解脱相应的念头 比如说我们最初从念佛 念法 念神开始 然后比如说包括像试念处 观生不敬 观哨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意念 念戒 念定 念慧 戒定慧 持戒 修定 花慧 那么这些念头的培养啊 它都是跟解脱相应的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不要进入轮回的念头 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内心建立解脱的念头 当我们的内心建立跟解脱相应的念头之后 我们就有能力去瓦解轮回的力量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地走向解脱 那么这个念头又怎么培养起来的 当然我们说念头它是要用正见 要用人生的正见 所以佛法的修行里边啊 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 通过正见 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正行 所以真正的修行必须要落实到行为上 你每天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你每天做什么很重要 事实上你每天做什么 就意味着你在你的内心里边 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力量 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为啊 都会在我们的内心形成嫉妒 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形成相应的心理力量 如果我们不持戒的话 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这种 我们的所有的心念和行为 都是在一种跟轮回创意 相应的状态下允许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持戒的话呢 这个持戒的内容 恰恰是帮助我们摆脱这种 轮回的这种创意的元性 而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建立一种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所以为什么戒力叫什么 叫别解脱 或者叫别别解脱 什么叫别别解脱 就是当你每做到一件事情之后 你就会从这一件事情里边解脱出来 比如说你能够做到不杀生 你就会从这种杀生的轮回里边解脱出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不掏盗 你就能够从掏盗的这个轮回里边解脱出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不邪淫 你就会从这种邪淫的这种恶性的轮回里边解脱出来 如果你能够做到不妄疑 那么你就能够从你内心的这种 妄疑的这种恶性的轮回里边解脱出来 所以戒力的这个行为 事实上它是帮助我们调整这种生命的创意 帮助我们摆脱这个轮回的不良创意 建立一种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如果你要想解脱 那么你必须要有解脱的因 有解脱相应的行为 那么佛陀告诉我们 你想要解脱你应该要怎么样做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种行为 当我们按佛陀的规定这样去做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 建立了一种跟解脱相应的创行 这种创行 这种心理力量一旦形成之后 我们的生命自然就倒向解脱 所以解脱不是佛陀给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的心里 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大家要记住 是我们的内心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么三明界以及这些魏陀门 事实上它不仅仅帮助我们养成身格 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跟解脱相应的生活 当我们认识到这种持戒的意义之后 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去做 我们基于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负责任 我们就会自觉地去做 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到建立对我们生命改善的意义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佛陀强加给我们的 我们会很被动地来介绍这些东西 因为它跟我们的创行会发生抵触 我们已经养成很多不良的习惯了 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些戒律的意义所在 那么作为三明立的生活 除了个人行为准则 还有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 比如怎么穿衣啊 怎么吃饭啊 其实佛教里面关于对衣食住行的规定 总体上的原则 那就是要少益之足 简单 要少益之足 包括对怎么穿衣服啊 或者对多出来的衣服啊 都有相应的规定 那么少益之足 它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避免我们对这些拥有的一种贪着 因为贪着就是不解脱 如果你要想解脱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 要让自己的生活要简单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大扑上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拥有无助的能力 你既被了这种空性慧 既被无所助 无所着 无所得的能力 你拥有再多 你也不会执着 但是我们凡乎的心的特点是什么 凡乎心的特点是充满着粘性 就是我们的这种有肉的意识 在作用的时候 它必然就会产生执着 《金刚经》里面讲的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无助生心 无助就是无所着 无所得 其实这是一种空性慧的作用 当你体论到空性慧的时候 你自然也就 获得了不执着的能力 你可以不凡一天到晚 都在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的心丝毫也不会张上去的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的境界 菩萨他要 他具备悲和志的两种品质 因为志所以能够不住三有 因为悲所以能不住涅槃 因为慈悲 他需要广泛的去利益一些众生 去做无量无边多的事情 因为智慧 虽然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如焰过长空 就像焰从天空飞过去一样 一点都不会张上去的 那么这个其实是空性慧的作用 在我们的意识的层面 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我们的意识的特点 就是有执着 就是会粘上去的 我们的意识 一旦分别了之后 我们一定会有相应的执着 那么这个道理在为始中里面 就叫做遍迹所值 什么叫遍迹所值 就是分别一定会伴随着执着 然后执着的结果 又使我们在一起分别 分别的执着我们在执着 这是我们 欢呼的 欢呼的状态 所以在戒律里边 对我们出修行的人 就是出家中 在病啊 会啊 没有成就 尤其没有成就之前 那么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生活 那就是简单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种真善美的生活 为什么 就是戒律的生活 其实是一种真善美的生活 因为首先是简单 简单 我们生活简单的 心也简单的 心如果简单的 也就清 也就清净的 心清净的时候 它就是会 我们的心啊 就会接近于空性的状态 戒律呢 是一种 道德的生活 戒律也是一种 道德的生活 所以是善 是一种善的生活 就是它要我们的行为 遵循着道德规范 不要随着我们的 不良创行 是要遵循着道德规范 那么戒律的生活呢 也是一种美的生活 是一种专业的生活 简单 简单的生活 简单就是美 没有贪生吃就是美 什么叫美啊 你内心里边充满着污浊 那就是不美 你内心里边 没有贪生吃的污浊 你的位移表现出来 那就是美的 就是安静的 所以最高的美 应该是极尽的美 清净的美 没有比这个更美的 那么在沙尼的生活里边 还包含着一部分 就是组织生活 沙尼怎么过组织生活 比如怎么参加布萨啊 什么参加 安基啊 自知啊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在 以界为师的这一本 其中 出家替度及沙迷生活 这一本书里边啊 都有 所以我建议大家 私下 把这一本书 还是好好地读一读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是结合 这个 沙尼界的 重要性 介绍了我们作为 整个出家 出家生活的意义 目的 那么我们了解了 这些内容之后 那么我们就是 接下来再来学习 沙尼利 我们才能够知道 学习沙尼利的 实践沙尼利的 真正的意义所在 下面 你们可以提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说 少事少业 多事多业 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根据自己的根据选择 先 少事少业 再多事多业 那么作为 这个少事少业 跟多事多业 好像是矛盾的 但事实上 这个 也不矛盾 少事少业呢 就是从我们 个人的生活上来说 我们需要 少事少业 在个人的生活要求上 我们要尽量简单 尽量少事少业 那么作为我们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 这个团体是需要 靠大家来维护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 不从 这个 缠住 以及不从 研究所 洪华事业的需要 我们尽自己的 这个能力 为这个事业多做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做事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本着一种 这个供养的心 菩提心 做一些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 积累福报 培养福德 有了福德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道场啊 才能安心修学 因为如果我们要 没有福德的话 我们在这里 虽然住得很开心 但过一段时间 可能福报没有了 你就住得不安心了 人格和身格 有何一同点 这个人格呢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 可以有广义的人格 和狭义的人格 广义的人格呢 那身人也是人 所以身格啊 它也不外乎是 人格的范巢 狭义的人格呢 就是指世俗人 普通的人 所应该具备的 这种品行 品质 身格呢 是指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们上了戒之后 我们应该具备的 内在的 这个气质 和外在的形象 那么这个人格跟身格啊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 人格跟身格是不一样的 就是人格就是普通的人 身格就是指出家人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义学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